轟轟巨响眼前瞬间陷入火海 五年前这场五股大爆炸 一夕间她的生活全变了掉 五年了天天生活在恐惧中 回想那个夜晚双手不断搓揉 显得焦躁不安 爆炸案的幸存者李小姐 事发当时她才38岁 自行从车内爬出浑身是伤 当晚她开车经过爆炸现场 不幸遭到波及 送医后保住一命 原本卖于为生的理性富人 事发后患有创伤症候群 日常生活和工作全受影响 她指控造成爆炸意外的罪魁祸首 就是桃园消防局 她应该要继续派人去封存 她场内所有的这个爆竹 结果她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让这个爆竹让有心人士 让这个厂商都偷偷的再运载出去 换句话说 意外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早在100年4月1号 万达烟火制造厂爆炸 消防局依法备止制造许可 却没有积极清查与扣押 让制造厂有机可乘 21天后运送爆竹不慎爆炸 法官把矛头指向桃园消防局 失职酿货 擅自准许万达变卖爆竹 且为依法禁语没入 造成后续公共危险 显然待遇执行职务 判桃园消防局国赔140万 你面对造成一个小市民的伤害的话 你还要透过这个诉讼 不断的上诉的话 又让小老百姓永远就 生活在这个恐惧之中 公务员待呼职守 酿成重大灾害 李小姐虽然在爆炸中活了下来 但精神损失 恐怕不是国赔几百万就能弥补 记者有黄明轩 刘志涵温思涵 台北桃园报道